2月24日凌晨,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陆、海、空全面袭击。这是自二战以来,欧洲一国对另外一国发动的最大规模袭击。导弹如雨点般袭击了乌克兰主要城市。 乌克兰报告称,有军队纵队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边境涌入乌克兰,并从黑海和亚索海登陆。在拥有300万人口的乌克兰首都基辅,黎明前和整个早晨都能听到爆炸声。 在枪响、警笛鸣响声中,居民们纷纷逃离,造成出城主干道交通堵塞。基辅市长克里清科宣布,该市从当地时间午夜开始进入紧急状态,这将包括在必要时实行宵禁和特别进出制度,并在必要时限制车辆的行动。 克里清科表示,这些措施还将包括加强对公共秩序和确保城市生活的设施的保护,以及禁止大规模活动和抗议活动,以及禁止生产和分发可能破坏稳定的信息材料。 公告还称,禁止应征入伍和预备役人员在为通知有关部门的情况下改变居住地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